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4万亿 政府或停摆乌克兰最大输家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官方网站显示 美国国债的总额在今天突破了34万亿 别忘了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 它才突破33万亿 这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怎么又欠了一万亿美元 怎么搞的这是 这种事咱这么说啊 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是不会放过的 所以呢 美国政府马上呢 又面临了预算危机 面临停摆的概率非常非常的大 那有人说呢 共和党真的是反对赤字的鹰派吗 那很显然不是 只不过是一个政治筹码罢了 现在呢我们也知道2024年的美国面临大选 所以这两个党呢都特别想表演一番 民主党的2024它打造的是民生与福利 就是发钱 只不过呢用不同的方式 共和党呢 它的目的就是说不让民主党发钱 这些政绩呢我不给民主党 然后呢我能拖 拖到最后我上台 我上台之后呢 我再用我自己的方式给特定的人发钱 所以呢都是在发钱 都是在增加这个债务 但是只不过增加债务的方式不同 因为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呢都有一个共识 美债这种事它解决不了了 大家都明白有一天呢美国可能会栽在这顶上 所以怎么办 苟住了 先把自己人的给给笼络起来 先给自己人发钱就行了 民主党呢打民生中下层 那共和党呢 咱举个例子啊 2017年的12月 议会休会前一天发生什么事了 美国搞了一个税制改革 税制改革只是一个包装 其实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大型的减税政策 减税政策跟税制改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但是这一次代表特朗普政府的共和党派系 他们在干什么 搞了一个大型的减税 但是包装成了税制改革 而这个东西是什么 一次巨大的全方位的 把财富从底层中产转向上层 纽约时报当时有个评论 普通人享受资本主义 而上层享受着社会主义 那这个呢就是美国的现象 当时科赫家族的继承人 他那傻儿子拍出了一个录像 表示他很期待来自政府的财富转移 美国平民看这个什么意思 猪门酒肉臭是路有动死骨啊 难道不是这个吗 所以这些所谓的赤字根本就不在意 共和党只不过呢是看不惯给穷人 给底层少数族裔发福利发钱罢了 别忘了在共和党这边呢 他也有底层白人 但底层白人为什么不反对共和党呢 因为共和党呢给他们画大饼 共和党呢给他们精神鸦片 头一个精神鸦片是什么呢 种族优越性 你别忘了你是白人啊 我尽量给你政策 然后搞一些种族歧视的东西来 然后你有机会呢 就可以歧视少数族裔 然后呢在有些东西上 你可以得到一些便利 但是实际情况改变能改变多少 改变不了多少 但是你享受到了这种什么 种族的优越性啊 种族的优越性多好啊 我们现在有优越性了 我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我可以随随便便的发泄一下子 然后呢发泄到美国的少数族裔身上 不就得了吗 挺好的对不对 然后今天拿非洲裔开个玩笑 明天拿华裔开个玩笑 不就很正常吗 这是什么 这我们管的叫精神鸦片 这是一个 那至于少数族裔怎么办啊 少数族裔享受着白人的种族歧视 这怎么办啊 你不发钱 你那个让我长期被别人化 那你别忘了 不还有Jesus呢吗 这个Jesus实在是太厉害了 为什么Jesus厉害啊 他们这样宣传的 你呢 哎 你要相信Jesus成为你的救主 然后呢 你的财富呢 已经在天上给你准备好了 你在地上越多的苦难 你在地上越多的忍受这些种族歧视 你呢怎么办呢 说哎 主啊 我 哎 请你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你多做这些事情 你的在天上的财富就越来越多了 比如你现在的天上财富可能是个茅草屋 当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你可能就变成一个大耗子了 大别野了 一个长青藤 一个豪车了 是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呢 你在天上的财富取决于你在地上的行为 你说你是少数族裔 那不假呀 我不关注地上的事 我只关注天上的事啊 地上的事无所谓怎样 只要Jesus在我里面活不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啊 这是第二层的精神鸦片 我在这方面怎么看 哈利路亚赞美主啊 难道不是吗 这就是共和党 这就是共和党 所以呢 共和党把这个财富从底层转给上层 然后呢 用精神鸦片来麻痹它的底层 对付白人啊 这些老白男们 他们用什么 白人至上主义 种族优越性 对付少数族裔 那怎么办 用基督教Jesus 所以大家明白了这个精神鸦片 到底是怎么回事 2024年呢 是大选年 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呢 都是想方设法的表演一下 距离爱奥瓦的党团会议 标志着总统大选的开始 只有不到四个星期了 所以代表保守派的议长 约翰逊呢 就一定要拼一把 这个里边呢 它涉及到的拨款 涉及到拨款 有一些大象 有一些小象 大象是什么呢 什么交通啊 能源啊 住房啊 这方面的预算 这些预算呢 已经马上枯竭了 马上要注入资金 如果呢 这些东西没有资金 这而且这些是大头 那么政府肯定停摆 这些东西 共和党会怎么办呢 他会暂缓通过 那让政府停摆呢 也就停摆一两天 只不过呢 他要把信息呢 传递出去 但是呢 他不敢玩大 这个事一旦玩大了的话 涉及的人和受害者呢 会很多 而且很多人到时候投票 尤其是中间选民 他不投这个共和党呢 那到时候呢 他也选不上 那美国国债怎么办 美国国债真的控制不住了 纽约时报认为呢 2029年 美国的国债呢 将达到50万亿 闹着玩呢 这是 到了2053年 127万亿 这是一个数字啊 还真不如我之前说过的 美国不是有原子弹吗 直接把这些国债赖掉 不就得了吗 然后让整个世界去陪葬 那你说他失去了信誉 他容不了资 怎么办 那无所谓 他有原子弹 美国是一个大国 别忘了 无论怎样 美国无论怎么耍流氓 这些大国怎么着都行 到时候你必须得跟他交往 你不跟他交往 很多事情的事呢 你办不了 所以呢 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办 各国怎么去风险 那就去美元风险化嘛 这个东西你不去美元风险化 到时候你伤害率最大 就是这么直接啊 一百二十七万亿 不是说靠收割谁就可以办到的 而且呢 我这里边要讲一下 有人说 那美国可以收割这个 收割这个东西 咱这么说 这个世界太仁慈了 明白吗 如果我让你去收割我 然后我还不还手 我还遵守你的法律 我还遵守你的所谓的规则 那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仁慈了 仁慈都我已经就 我已经就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了 你明白吗 比如说昨天啊 我说那个什么 我说这个美国停掉了中国的光刻机 中国完全就可以把这个阿斯麦运往台湾的这个EUV光刻机给截下来 那有人说这东西没法用 我人不给授权 我的意思就不是说他给不给授权 我的意思就是说把它截下来 那人说你这太天真了 你不是说小孩话 我这个不是说小孩话 我这个是什么 这个东西之所以你们很多人有这样的反应 是因为这个世界对于人来说太仁慈了 你不让我发展 然后还让我遵守你的法律 这不扯淡的吗 你看看胡塞武装 为什么他反抗 你不让我发展 你让我穷着 你不给我粮食吃 那我不打你的船 我打谁的船啊 美国想对胡塞武装的制裁是什么 不让联合国粮油机构给胡塞武装粮食 关键点在这儿 这个呢 跟以色列巴勒斯坦没啥关系 关键是胡塞武装要吃饭啊 你不给他们吃饭 那我不打你的船 打谁的船 就这么简单 你别忘了啊 1969年的时候 中国当时支持了全球200多个反美武装 当时是什么 你唯独我可以 你不让我发展 我还让你发展吗 这不很正常的一个东西吗 当时中国有的原子弹啊 中国有的这个氢弹成了核大国 美国第一个非常非常的害怕 为什么害怕啊 好 你支持200多个反美武装 到时候你现在的核力量很小 到时候你把这个扩大了 然后到处扩散这个东西 而且当时的人民政府又不在联合国里 联合国又没有办法约束他 怎么办 怎么办 承认吗 对不对 把蒋介石集团给驱逐出去 给驱逐出去 然后给什么 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什么东西 四三方案 为什么四三方案啊 四三方案的目的是什么 让中国人能吃饱饭啊 可以发展啊 如果没这个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200多个反美武装 加上原子弹 你美国试试 到时候你吃不了兜色走 这个东西大家要看明白 这个世界太仁慈了 而且我要说打金融战 金融战是什么 单一体系下的 我吃了亏 我不报复 这是可以的 你别到时候你收割我 我这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上来 我直接要让导弹攻击你的国家 那你这来咋整 这不是完了吗 咱举个例子啊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上一次 1997年被美国收割了那一次 这一次马来西亚为什么这么着急去美元风险化呀 他记仇啊 能不记仇吗 当年你收割了一回 我没有办法反抗啊 你别忘了啊 当年1997年 马来西亚被收割了一回之后 第二天就出现了一个事 出现了一个事 这个国家的反犹太主义一下子就上来了 怎么回事 你又不是一个阿拉伯国家 至于吗 那关键点是什么 他们认为索罗斯所代表的这个财团收割了马来西亚呀 你看看这一次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个事 谁反对以色列最厉害 首先是伊朗系的 对不对 第二个是什么 东南亚系的 马来西亚跟印度尼西亚 啥原因 1997年98年你收割了他们一回 行 我记仇 我记仇怎么办 我捏了以色列 就这个 就这个东西 你以为啥呢 所以金融战是什么 金融战是在一个仁慈的社会里他能达到的 如果这个社会不是仁慈 收割是有代价的 收割之后不还手 可以 如果还手 这个世界没法玩了 所以大家要明白 金融战这个东西只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才有 所以美国现在想打金融战 他不可能 知道吧 你收割 你收割完全交换没了 美国霸权给你整死 不用别的 就是为了消灭美国人 你以为啥呢 那拉美国家 现在有人说拉美是美国的后花园 美国是他们的爹 不对 美国是什么 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大爷 墨西哥 有人说墨西哥是美国忠实的仆人 一边揽着去 墨西哥是美国的大哥 是美国的大爷 为什么 你不让我发展是不是 你不让我发展我的人直接两道润到你那去 明白不 我的人直接润到你那去 你自己看 到时候你说西班牙语 到时候你的少数族语比你白人都要多了 到时候权力是我们的 明白啥意思不 明白啥意思不 要不然你否定你自己价值观 你要否定你自己价值观 你在全世界你没法玩了 就这么简单 那你以为啥呢 那至于中国 至于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你想收割中国 你收割中国你的代价是什么 你试一试 对不对 美国的问题是什么 他自己必须自己解决 他自己解决不了 就现在这样子就得苟着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 他的这些什么住房 这些东西他不敢砍 这些东西呢 他不敢整 所以怎么办呢 棱角问题 棱角问题就两个 现在一个是谁呢 美国南部边境 民主党不想放 但是最近拜登想放这个东西了 美国南部边境呢 可以管控一下 反正美国的非法移民 不是从这个渠道来的 美国非法移民 大体上从哪渠道来的 拿到了美国签证 然后到了美国不回去 就这个知道吧 所以呢南部边境可以管控一下 第二个什么就乌克兰 乌克兰现在必须得牺牲掉了 不牺牲掉不行了 咱泽连斯基成天说 兄弟们我又要到饭了 就是他没要到饭 知道吧 他是没要到饭的 一个金牌讲师是要到饭的 那个明白了吧 所以这里边有个看点 这里边看点上 明年的看点上 首先一个美国美联储会降息 降息他变成了一种必然 为什么你这么高的这个国债 你到时候你还利息这点上 你会加加速你的国债的这个膨胀吗 对不对 所以呢 明年几次降息 美联储说了三次 我个人预测是四次 我个人预测是四次 是罗斯是马 拿出来溜溜 我就这么说了 四次 2024年呢 2024年 美国会尽量结束冲突 不想打仗 他为什么 他想保住自己的霸权 那如果自己的霸权没了的话呢 加上一屁股债呢 后果不堪设想 这就是美国的情况 那至于泽连斯基呢 怎么办呢 就必须被牺牲掉 牺牲掉干什么 你跟俄罗斯怎么谈判 按你怎么着怎么着去 我这块管不了你了 如果这个东西再不通过的话 那么美国政府呢 很有可能就面临停摆 面临停摆所涉及的问题可就更大了 这是拜登政府负不起的责任 所以在美国国债突破34万亿之际 政府面临停摆的这个当口 乌克兰可能会成为最大的输家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议请定议一下 谢谢大家